在郑云鹏团队呢 因为就在猛打张善政 担任这个经济党的荣誉总顾问 可是这个经济党的负责人卖假药 所以就说张善政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党呢 是在做什么 那真的不知道就是你的判断率 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郑云鹏说你必须要道歉 但是问题来了 回力标就这么快 偏不倚的又打回来 郑文燦市长在两个星期前呢 才邀请了经济党的党主席 参加活动上台致辞 那么据说他其实也和 名奖桃园市长候选人 要和郑云鹏的竞选的办公室的主任合照 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想说 你是勒 那你一直在这样子抹黑抹红 结果都抹回到自己身上了 还没完呢 如果说真的是要怎么样的话 还有哦 这个是副总统赖清德 他的始终后援会的会长 那么康迎寿 那之前是地下电台的台长 所以呢之前也有 他被抓起来了 因为卖假药嘛 然后就很多这个阿公阿嬷 吃一吃就去洗剩了 所以这个是有被移送法办的 那所以现在我要请教凯翔是说 怎么已经 我觉得这个名字脑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说已经急到 狗急跳墙了 也不管回力标了 这个回力标回来的太快了 其实我觉得桃园的选举 已经有点垃圾时间的感觉了 就是打一打去 都是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 在郑映棚被中国棚这一季回力标打到之后 桃园大概就进入垃圾时间了 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在此之前 桃园的局面看起来 在就是就我了解 然后呢这个张善政某种程度在 有再重新的整合了一下 他的团队之后 把一些里面不适任的人 可能调离这个主要决策的位置 然后找了一些比较靠谱的人来之后 他看起来他的选举状况是 是渐入加进的 比如说像之前我也曾在节目当中聊过 说你对宏记这件事情处理 怎么会这么感觉这么蛮憨啊 然后呢就是处理慢半拍 可是呢相较于宏记的事件 他在数字王国表现就很明快 当天就出来开记者会说明了 然后那一局不但没有打到他 没有打伤他 反而让很多人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世界动画公司当中 铭裂前茅的数字王国竟然是你担任执行董事 然后你的这个经历是如此的 这个简直是神鬼资历啊 然后所以原本在原本的这个盘势 就是看起来这个张战正是在渐入加进 而郑英鹏是越选越没劲啊 因为你过去可能在你换忍之后 你可以靠着抱着这个郑文蔡的大腿 然后呢营造一些虚的声势 可是你越学发现大家都看破你手脚了啊 你走到哪里去蔡英文来 你后面你的厂子空空荡荡的啊 越办越没人气所以你是在走下坡这件事情没错 然后我觉得在中国鹏这件事情上面 基本上就是就是等于是最后一根稻草啦 因为原本其实在桃园市打到这么低级的抹红战术 是林非凡先开始的 林非凡先从志工党这个开始攻击 说什么这个张善正是担任志工党 这个统派政党的最高顾问 然后接着才被掀出来说 郑英鹏去跑去这个2008年想要去中国做生意 然后呢自称自己是中国台湾郑英鹏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被贴上郑英鹏的标签 中国鹏的标签 那自己就死了啊 你最后的一张牌 结果没有招呼在对手身上 是把你自己给打伤了 那你还有还有什么好选的 而且确实我看到最近的一份民调 当然个别的民调可能陆续会出炉 但我看到最近的一份桃园市场民调 应该是林传媒做的吧 原本的双方的差距大概是几乎是 两%之内 三%左右 两三%左右 但现在最新的一次 最新的一次张探政的领先已经超过这个误差范围了 46比41吧 如果没记错这个数字的话 那所以看得出来 我们从我们从媒体人的角度去观察 就觉得说这一盘 郑英鹏是越选越小 然后张探政看起来应该是道吃甘蔗 那果然民调数字也反映出来 那现在看起来 平常心说 在桃园几乎没有任何对郑英鹏有利的消息 几乎完全没有 就是只有剩下吃郑文餐的老本一招 那郑文餐的老本够吃吗 看起来也是不太够 你说要吃郑文餐的老本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今天出炉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数字 超过半数 百分之五十一的桃园人 赞成换人做做看 确实啊 这第一个民众本来就会期待 改变的诉求 永远比守城的诉求 更容易撼动人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郑文餐的八年执政 现在在尾声的时候 冒出什么东西来 冒出的是他盖的几乎每一栋建筑都在漏水啊 你去游泳池 游泳池也没水 但是你站在游泳池上面会滴水 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请问一下 怎么会不想要换人做做看 顺便把你前朝 到底搞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情查一查 所以就没有对于郑英鹏选情的好消息啊 完全没有啊 老本就是三个 抗中保台没效了 然后呢你还中国鹏 然后呢再来就是可能蔡英文 那蔡英文现在顾城市中来不及 最后可能还是会去桃园啦 但是恐怕也是力有未歹 那抱着郑文餐的老本 其实大概也差不多力多出境了 从他刚开始参选的时候 就跟着郑文餐跑行程 那现在看郑文餐已经 已经预政乏力了 我觉得一个指标啦 就是最近一个荒谬的新闻 一般民众什么 不管就是在网路论坛上面 大家都看破你手脚了 什么消息 就是炮制了一个什么 什么排击店依赖泥场 要落脚桃园啦 然后郑文餐跟郑英鹏 跳出来邀功啊 哎呀我奋斗好几啊 好久啊 然后郑文餐在中央看过11次的 见过蔡英文11次啊 这真的是彻头彻尾假消息啊 第一个他没有消息来源 他是某个报纸 然后呢 引述了一个什么科技界人士 然后结果所有跟这件事情 有可能相关的什么经济部啊 竹科管理局啊 然后还有台积电都没证实啊 都讲一些台积电 就是很明确的讲 就是反正就没有证实啊 然后呢 在这戏里面演的最卖力的 就是郑文餐跟郑英鹏两个 郑英鹏说 我见了蔡英文11次促成这件事情啊 哇怎么样 然后郑文餐就在讲了什么 哎呀这个 我们一定全力协助啊 然后什么什么 讲一些似是而非 嘴巴不停动 但什么都没讲 那样子的一些场面话 为什么 没招啦 没招放假新闻啊 放假新闻出来骗啊 然后结果 我们去看网络上面反映 一片一片干狗 或是你知道冷嘲热讽之声啊 哎呦 台积电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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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已经快要取代狼来了 成为骗小孩的故事啊 台积电又来了 那请问一下我这次要all in 什么在什么价位all in啊 还是说 那我这次又要去哪里 哪里先抢购房地产啊 大家都把你当成炒房啊 把你当成是这个股市在这个做多啊 又或者是 其实这两个也没什么人信啊 大家就把你当成是政治人物在唬烂嘛 那主要这一步 我实在看不出来 在未来的 未来的三个礼拜 尊敬还有什么机会 可以翻转现在的局面 蔡英文开这个东西 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吧 不然你要他 你要他去喊什么 他现在不能喊抗中保台啊 不能喊吗 当然不能喊啊 因为这民进党自己内部都承认了啊 说因为现在看起来 美国其中选举 共和党在这个掌握众议院的可能性很高 那如果台湾政策法 在共和党这边加料之后 重新推出来之后 台湾跟着喊抗中保台 两岸真的会出事啊 所以不能 不会出事的时候喊还没关系 真的会出事的时候是不能喊的啊 那怎么办呢 只要回头来讲说 我要扫黑金 你看他开这个中场会邀请的人 张冲渊 宜兰县的县长提名人张冲渊 然后呢苗栗 徐定真跟这个南投蔡培会 都有一个共同的 都有一个共同点啊 都有一个共同点啊 就是他们的民调在落后啊 民调落后的人 这个县就必须要查黑金了 所以难道这不是挑战一般民众的智商吗 那你平常怎么不查 过去四年 过去四年这三位的对手 林芝妙 林芝妙当然已经被查了啊 那民众可以自己去可受公平嘛 就看这个案子办得怎么样 那徐定真 现在他的对手是中东警 中东警过去四年 一直是苗栗仙议长啊 那如果你要反黑金 你就去查他啊 那如果他身上没有案子的话 那你在那边叫什么叫呢 那蔡北会更荒谬了 许舒华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啊 然后他现在出来当县长 他一直都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啊 你要查的时候 怎么过去四年不查 甚至过去八年你不查呢 你现在就要查了 所以真的就是挑战民众智商 他的选举策略 我们不在话下 可是你挑战民众的智商啊 其实我蛮想讲一下 层面陈时中的耶 陈时中你这边有讲到 讲到这个吉应庙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这几次 这几次蔡英文几乎每一场 都跟陈时中在庙口还讲合体 但是其实有趣的事情 就是除了他们那些很无聊的 什么国际局的冷笑话 然后一群这个你知道 这个什么王美花啊 陈时中啊 蔡英文在那边互相取暖 那一般人看了之后 觉得莫名其妙之外 蔡英文在每一场 他都有讲一个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小的点 但是其实我蛮建议大家去关注的 就是他已经把 接下来选战策略给讲出来了 他到文山区去讲说 我在这边选票46% 然后呢到了南投这边 到了内湖这边讲说 我在这边选票53%还54% 然后呢他讲这些是干嘛呢 没有他说48% 然后希望帮他拿到无视 然后呢48%他讲这个要干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民进党 最后唯一的招数啊 就是陈时中要拼胜选 胜选然后呢或者是说 他起码要巩固基本盘 他之后只剩下一张牌了 就是蔡英文本人 因为蔡英文你不得不说 你现在他觉得说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 你对他很多不满 可是他过去两次这种大选 在台北市都是过半的 他就是有这么多的选票啊 或者是说 你现在觉得说他没这么多 但不要 但是无论如何 他相较于陈时中还是多嘛 所以他就跟陈时中 走到哪里紧紧的绑在一起 而且蔡英文也自己把它讲出来了 我的目的就是麻烦上次投给我的人 你这次直接投给陈时中拜托你了 拜托你好不好 那这件事情会成功吗 我觉得在主观上面 民进党必须这么做 因为他没有别的招 你要打什么呢 你要继续叫陈时中跳出来讲说 他身上有抗中宝台的DNA吗 这有办法号召什么人吗 那高端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很难洗白的 黑心快筛 还有所有一大堆的事情 恐怕是很难洗白的 所以最后只有这张牌 所以你心中可以不屑 但是民进党在主观上面 这是他最好的招数了 但在客观上面会不会成立呢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个数字 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TVBS 刚刚公布的这份民调 那其中陈时中确实从22% 成长到27% 在一个月之内成长了5%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应该说现在的状况是 陈时中现在27%的支持度 然后蔡英文走到哪里 都想把他那个这样4成5 想4成6 4成8 然后希望能拉到5成3 5成4这样的选票 这是民进党的主观期待 是4成8到5成4这样子的蔡英文门槛 然后陈时中实际现在是27% TVBS刚做出来的民调 那他会不会一直上升呢 包括你们前面讲到说什么 港媒暴露什么最后10天有杀招 或什么吴子佳董事长说 哇不得了什么什么的 你一直要出来啦 对那我都觉得这就是媒体效果 他不是真的好不好 OK大家不用那么惊吓 因为在同一份民调当中 有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 就是有媒体去 就是他有问你对陈时中的喜好度是什么 刚时会也有提到 对陈时中的喜好度是32% 然后不喜欢他的人是50% 所以这个放到民进党的战略当中 他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就是民进党希望陈时中 能够选到46%左右 就是还原蔡英文在2020年的得票率 他现在是27% 他会继续上升 但是他的天花板 那个玻璃天花板 就是喜欢他的人 32% 不会再上了 剩下的人讨厌你 有可能再多一点 有可能再多一点 就是现在不表态的 或是说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表态 或是说到最后觉得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有可能再增加一点 再给你2% 3% 35% 就这样 你不用担心说什么 他一路冲到45% 会不会 上不去吗 上不去 因为就是这么多人讨厌他 他的喜好度就只有32% 所以 这讨厌度会不会也 所以他在封关民调 一定会接近三成或突破三成 但是你要再高 没机会了 没有人喜欢你了 你去哪里找票 而且在这个TBS民调当中 绿营归队到达83%了 你去哪里找票 你去哪里找票 百分之百的给你了 再给你在总数上面 多个2 3% 你就35% 你去哪里找票 没有了 大家不用担心了 不用再相信那些 还有写滴子 没了 哪里在写滴子 不是啊 那他可以想说 他讨厌我的人 不要这么多 办不到吗 不可能 他又不是一个 恒空出是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EP 你就这么老人厌 他已经出现在我们 所有人的视野当中 三年了 你对他心正早已成了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的早就已经定性了 不会在最后三周改变的啦 没票了 就是这样最多35% 可能再倒一点点啦 我跟你要赌38% 但是就是35%左右 你赌多少 你赌多少 我赌可能有38%最高 我赌35% 对啊 就是那个偏花板 就是他的喜好度 就只有32%嘛 那你不喜欢他的人 为什么会投他 可能会多一点啦 现在不表态的人啦 或是民进党再进一步的集中 但是那就几%不会当选啊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要特谱一下哦 水神呢 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它就会有折扣哦